我講過吧 第一個簡單 這些工具列同學說老師旁邊看不到怎麼辦 基本上沒有關係這個不是固定的 所以其實你 你想說老師那我放下面這邊可不可以 你不見得一定要 反正就是這五個 你如果說旁邊放不下了你放這邊可不可以可以啊 放旁邊放哪邊 反正你只要順眼然後不要忘記就好了 下次說我希望你們開哪個工具列就你又找不到 那就 那還有其他什麼 視圖 然後再來就是按右鍵 再來就是視覺形 視圖 視覺形式 然後再來就是 塑形 所以這些我想就是把它 記下來然後再按右鍵 然後就實體編輯 最後 大概就這幾個 其他暫時用不到你就不要啊你說放 上面放下面 習慣就好了 因為個人習慣我的習慣是 我是習慣這樣放 如果說 有些你覺得太賠的話 就是旁邊看不到你可以 再把這個 放到 看看下面也OK啦 只是說 好像這樣也不好看 因為 你畫面也不能太凌亂 大概是這樣子 好了之後的話下方這個有沒有看不到按右鍵 使用圖示有沒有把它打勾取消 因為如果是好像KED20 20以前的版本 下面應該是長這樣 可是10以後的版本 它就會變成實用圖示 變小小的上面的字不見 有點不習慣 所以基本上你要按右鍵 使用圖示打勾取消 讓它變成字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清楚一些些 那最後如果說你希望可以想要把這個環境給記下來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從這邊有一個 也是一樣 這個齒輪 這個環境有時候切一切 這個齒輪就會出不來 這邊有個齒輪 然後呢可以把它記下來 那從這邊可不可以 這邊也有 這邊工具 這個 這個這個也可以 從這個 下面應該會有一個剛剛那個面 因為我可能我們解析度調的關係 那你可以怎麼樣 將目前的 儲存層 當然前提是 如果你的環境 可以儲存起來 如果你的是不是 適用版的話 如果這邊環境 至少你如果要把環境 不要說每次 關掉就 消失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將目前 儲存層 那這邊可以給他一個什麼 3D 然後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將來你就會多一個工作區 下方應該會有 因為 可能是解析度關係 那沒關係 我們從這邊也可以 因為這邊有個3D 以後的話 你可以什麼 我會點行 切還要再改 你就乾脆直接這樣 按下去它就直接 是3D的工作環境 OK 大概是這樣 先第一個 我們有個工作環境 那第二個呢 回去 我想你們環境先把它 確定一下 第二個就是 再來就是要切換到 東南等角 這邊有個東南等角 切到東南等角 一般畫3D圖 會先 從上式圖 切到東南等角 東南 東南 這個時候的話呢 有沒有看到 本來2D的XY 就變成在下面 多一個Z 對不對 如果你要開始畫圖 縮放其實都一樣 然後呢 如果卡住的話 你可以全部重生 一樣 也是一樣 如果你要放一點東西 實體上去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其實應該這兩個顛倒一下 這個放前面好了 塑形放前面 實體編輯放後面 我的習慣這樣 然後這個 那在塑形 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 在塑形裡面呢 就會有很多東西 你可以 馬上可以拿來玩的 這個 放這邊一點點 這邊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什麼 最簡單的 方塊 線形 圓錐 有沒有 然後呢如果說你要玩玩看 點下去嘛 這個時候 他會問你長寬高 那不過沒關係 暫時 先給他一個大概 我們暫時 點第一點 再拉一下 有沒有 點第二點 再往上拉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就一個方塊出來 但是呢 這個方塊 預設是 應該是 3D 第一線架構 所以如果說你要切切換成什麼呢 看起來比較像方塊 切到擬針 切到擬針形式 或者旁邊有一個視覺形式 有沒有 馬上切 就可以看到 有點像方塊 有沒有 或者你可以 點這一邊 這邊有不一樣的視覺形式 可以去更改一下 OK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塑形 然後旁邊有一個線形 你也可以按下去 然後拉一下 拉一下 有沒有一個 線形出來 OK 然後 這個圓錄 圓錐也是一樣 拉一下 大概體 玩一下 甚至你也可以 玩玩看跟2D 比如說你要再一個 近射 之前2D可以近射 3D怎麼近射 3D近射也是一樣 你只要有一個點 一個基準的 兩點 你可以 做一個近射 那可不可以複製 一樣可以複製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基本上 會來講 就是說 比如說 3D 裡面的2D指令 如何應用 等於是說 3D 原來我們的2D那些指令 在3D 其實都派上用 都可以派上用場 比如說複製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近射可不可以 可以啊 偏移可不可以 可以啊 陣列可不可以 都可以移動 有什麼差別 我們就可以實際上 就是 2D指令在3D的應用 再來就是 延伸出去就是再來講3D指令 上面這些東西嘛 反正 就這些嘛 不會太多啦 反正這些如果學完 我看你也很 應該也夠了啦 基本上 入門的部分 這些指令 就綽綽有餘啦 然後呢 再來 會畫 更複雜的 一些的 圖形 慢慢按部就班 就可以完成 這些操作 所以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當然主要是先 工作區裡面 你可以儲存起來 好 然後 再來 底下這邊 也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 字的部分 再利用這個 塑形工具 裡面各位可以先玩玩看 記得先切到東南等角 並且 把這個 視覺形式稍微改一下 甚至各位也可以改啦 現在 東南之外 你可以改不一樣啦 比如說你可以改西南 東北 西北 等等的 然後不一樣的視角 也可以切換看看 沒關係 不用擔心 會壞掉了 然後因為這個可以 關掉做重開 他又恢復了 因為永遠都會 等於